由于工业化之后 人类快速消耗地球上的资源 并且大量制造二氧化碳及许多废弃物 使大自然失衡及环境遭受破坏 因此为了让未来人类 可以永远利用到地球上的资源 科学家提出永续发展的理念 什么是永续发展? 我们现今在使用地球上的天然资源时 必须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时 同时做到不违及下一代的发展 让地球生态及资源能够维持平衡 使人类能永远利用各项资源 此即为永续发展 那我们如何将永续发展的理念 应用在生活中呢? 为了同时兼顾到地球的永续 因此我们可以思考 如何改进工业制程 改善能源生产的方式 运用永续化学的精神 研发适切的化学方法 来解决牵涉到永续发展的各种议题 例如开发新材料 新触媒 节省制程上的能源消耗 以解决能源问题 若企业要设厂 则必须符合环保要求 通过环境评估 也运用化学方法与先进的科技设备 回收污染物质 避免有毒物质排放到环境中 造成水资源问题或空气污染问题 诸如此类的各种措施 都能将永续发展的理念 落实在实际生活中 而随着科技发展 科学家发现新的奈米材料 具有与原来快材不同的物理及化学性质 能提供新用途 或是大幅提升催化剂的催化能力 因此 科学家将奈米尺寸 引入到材料的研发 进入了奈米世界的探索 这个领域的科技 我们称之为奈米科技 首先 我们来认识什么是奈米 NM 奈米是一种长度单位 1奈米 NM 等于10的-9次方M 即为10亿分之1米 大约是10个氢原子排列在一起的长度 而奈米材料专指奈米等级的微小材料 表示其材料尺寸的长、宽、高 三个像度中 至少有一个像度属于奈米等级 及其长度在1到100NM之间 它的外观有可能是一粒的样子 像是奈米分子团 量子点等 也有可能是一长条状的样子 像是奈米丝、奈米碳管等 也有可能是一片薄板的样子 像是奈米薄墨等 将原本的快材做成奈米级的大小后 会大量增加材料的表面积 使其具有相当高的表面积和体积比 大幅提高材料的表面活性 明显改变物质的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 我们归纳出奈米材料与快材最大的差异性与其特异性质 有以下四项 第一项是莲花效应 莲叶表面具有许多细微突出的表皮细胞 上面附着直径约ENM的蜡质结晶 当体积较大的水珠与脏污的粒子 与莲叶表面接触到时 会因为难以附着而滚落 称为莲花效应 因此 若将材料的表面做成奈米级的大小时 可以让物质具有与莲叶类似的自洁效果 例如 自洁马桶表面有一层奈米柚 以及自洁瓷砖、奈米涂料、奈米剑材等 再来是彩叠效应 蝴蝶翅膀上的鳞片 是由许多类似树枝状的奈米结构所组成 每条细之间的距离 大约是70到100NM 当光线照射时 依照反射定律 会造成特定波长的光被反射 随着观看角度不同 呈现的色泽和图案 也会有所改变 让我们可以看见各种耀眼的色彩 因此 应用在许多光电源键和材料上 就能设计出高效率的LED 光纤 半导体雷射等产品 接着是催化能力 对同一种类且等重量的催化剂而言 催化效果会随尺度减小而提升 例如 黄金快材性质稳定 没有催化能力 但黄金奈米粒子催化 锡类化合物和氢气反应 产生丸类化合物时 随着黄金粒子愈小 催化的效果愈好 最后是颜色不同 奈米粒子尺寸不同时 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例如 不同粒茎的奈米零化阴 其颜色可从绿色到红色 随着奈米技术的进步 我们生活中许多产品 已与奈米材料密不可分 例如 二氧化钛的用途很广泛 可以添加在油漆 防晒霜或修正液中 甚至作为实用色素 若将二氧化钛进行奈米化 则可以使其成为奈米级光处酶 奈米级二氧化钛光处酶 能吸收紫外光 分解出电子和电动 将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子 转变成超氧因离子 和氢氧自由基 可与有毒或具臭味的有机物质 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使其分解 而达到灭菌 消毒 蓄异味的效果 另一个粒子是奈米银 奈米银会释出银离子 属长效型抗菌剂 因此 将奈米银添加到袜子、纺织品、棉球、口罩、烧烫箱敷料等 可制成抗菌用品 此外 还有奈米碳管 奈米碳管是碳的同素液形体 分成单层或多层奈米碳管 是一层或多层石墨烯的圆柱体 奈米碳管具有金属与半导体的性质 其弹性及张力强度极高 甚至比钢丝强上百倍 由于重量极轻 故应用范围极广 例如 汽车零件 运动用品 水过滤器 电路中的导线 电路开关 平面显示器等领域 为了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必须考虑将丢弃不用的奈米材料 集中回收处理 否则极有可能造成污染 影响生态环境 甚至隐藏在食物链中 使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遭受危害 因此 在发展奈米科技 及各项产品的研发应用时 我们必须同时深思解决之道 避免奈米材料可能带来的危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